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去跟大家去聊聊最近的一些事情 然后前两天我也上传了一个视频 它叫北京2020诗语证 那么其实拍的这些照片呢 跟诗语并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为什么叫诗语证呢 今天就是想要去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的我身边的一些情况 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然后去感受一下 就是说我自己好像就是得到了 就是这样的诗语症状的情况 好像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应该去表达什么 所以其实最近在网上面 其实我的足迹很少 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干什么 特别是在这个时刻做一个武汉人 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高兴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为这个疫情高兴 而是说那种生活中遇到了高兴的事情 应不应该高兴 好像高兴是一种错误 是一种罪过 但是你要说是不是因为应该要这个事情要悲伤 然后要求你身边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悲伤呢 也是一个不正确的 所以就是有一种这种进退两难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诗语了 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这样的生活 不知道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自己 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糟糕 首先先说一下我家的情况 我自己并不是在我家人身边 所以我也不能够第一时间非常正确的知道他们的情况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情况不是物资的情况 更多是一些心理情况 首先我家的情况大概是还是ok的 这个ok不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有多好 当然它也不是说有多么的糟糕 至少现在我家没有确诊的人 但是在家里就是关在家里呢 身体健康还是能够有一定的保障的 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家人里面呢 也有一些一线的就是公务人员 所以他们也会去第一线 虽然他们不是医生 他们是社区的一些工作 但他们还是会去一些比较就是人比较多 甚至是有些确诊的患者那个地方去做一些工作吧 所以我甚至有时候会怀疑 有些人他其实已经是非常疑似的一些人了 但是现在我家里人还没有出现 就是健康上面有什么问题的 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平稳的 但是整个的这个感受是非常压抑的 整个的环境就是非常的 就是让人就是无法动弹的感觉 虽然说我家的现在情况还ok 没有出现就是有确诊的也 基本上虽然说有一两个疑似的 但是现在身体还是比较正常的 家里也有小孩也就是没有患什么样的病 所以和很多的网上的案例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幸运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的家的情况还可以 但是我还是觉得整体的环境是非常紧张 像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在一个高压下去生活 生怕是有一点小的漏洞就会感染 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甚至有的案例是说接触了那样的一些病人的一些物品也会被感染 但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谣言我只想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就是非常紧迫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我家人现在就是身心都还是有很强大的压力在这里面 所以我自己还是会非常的担心非常的紧张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内 我不知道应该去表达什么东西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在武汉第一线 我跟家人不在一起 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好玩的东西 好笑的东西 难道我就应该发表出来 哎呀好好高兴好好笑好好玩吗 我觉得他们是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 甚至说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 其实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 难道我就应该把我生活中有些小的不错的小的点就埋藏在那里吗 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很难受 我就必须要保持自己是一个相对严肃 不苟言笑 关心所有身边发生的事情 关心所有的消息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这样一直紧绷着 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会绷不住 特别是现在就是 我也很少出去了 基本都在家里 然后往上各种各样的消息 有真的有假的有造谣的有好的有坏的 那大部分来说都是让人觉得非常丧的一些消息 然后又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呢 就会让人觉得自己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 就是觉得身心都是在一直的被敲打 特别是我自己作为一个武汉人本身 就这种消息对我来说是更重要 更紧迫的 因为我现在能够完全体会到就是如果说是其他城市的人 我也会说加油 但是实际上是跟我没关系的 但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这种感情这种情绪 这种恐慌恐惧 还有一些失望的那种感觉是 真的是会发生在你身上的 是你就是挥之不去的 所以前两天我也拿着相机去接拍 当然在这里我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去接拍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在家里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我接拍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刚才说的我身心受到了一定的摧残 我甚至在家里很多时候我也不想说话 我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 而且有些在线的公司就要已经开始要紧急的办公了 所以我也加了一会儿班 整体的所有东西你都会觉得很糟糕很糟糕 我觉得自己都绷不住了 所以我那天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出去去走一走去看看外面 别人的生活是怎么样 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就是要把自己要勒死到窒息的这种情况 当然后来我拍完了之后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慰藉的 就是路上还是有些人 还是就是能够有一点兴高采烈的感觉吧 还有些人但他想而在 就是人很少 就是很大的广场那种地方 去踢箭子去玩耍 有时候我会想 其实在这种通风特别好大广场的人 人很远的时候 可能还会好一点 就是要比自己在家里挤在这个地方中感觉好一点 然后我拍了这些人 他们远远的也给我打招呼 也微笑 这让我觉得生活还是好了一点 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会过去 我们一定会走到最后一定会胜利 然后一定会 就是我们自己能走过这个阴影 当然了我自己当时拿的相机是麻米R65 然后我用的是长焦就是150毫米 然后等下是90毫米的样子 然后也是远远的去拍 回来冲击了之后 我看到很多时候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疏离了 因为在照片中 大部分戴口罩的人都是离我非常远的 我自己也离他们非常远 我不想再更近距离去观察他们 因为有这样的比如说病情在存在 那么我想远远的观察他们 他们也远远的去看我 甚至说就是说如果有三四拨人的话 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远的 我感受到中间的一个非常大的距离感 然后我通过这个洗出来照片呢 我也能看到就是我自己好像是拿的相机 远远的去窥视别人 然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 有的人戴着耳机 就是与世隔绝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个世界 但这样的小的世界 就是无法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大世界 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单独独立的个体 然后这些个体之间是没有联系的 即便是有些微笑 这种微笑就好像互相发了一个友好的信息 就好像网上说了一个你在不在 那个说你在 但是你们没有话要继续说下去了 就是我能感受到这种距离感 所以呢 我当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 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怀疑会产生的距离 然后这种距离感 其实让我想到了最近的很多 关于武汉人的就是一些热点 这个让我觉得就是更加深了我的诗语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感觉 我觉得大概是有两个大概的方向的事情 一个就是春晚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我的一个一些朋友 在网上去发发这样消息说 我做一个武汉人啊 我今天终于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样子的 我永远记得住今天的这样一个春节 因为大天上次晚上就是放就是春晚吧 然后很多其他人也在看 就是我那个朋友他能感受到就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人虽然说啊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但是自己还是高高兴兴的合家团员 因为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实际上 但是我其实觉得还好 因为我觉得本身这就是人的本性 就你自己在悲伤的时候 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悲伤 但是你能说他错了吗 他也不是错 你就会觉得这个中间是有很多很多的冲突的 像我也有一些就是群友在里面说 他说自己是武汉人 我觉得你不要喊武汉加油了 你们喊武汉加油又没有什么用 对吧 你们只是很微薄的一种远远的说 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但是你要靠近我对不起你赶紧走 我把你疯起来 就这种感觉是会让他觉得很难受的 他说你这种语言的话 这种东西是非常cheap的 就是非常便宜的 谁都能够说出来 但是你要真正做什么事情呢 你又很难去做 所以在那个时刻很多武汉人会认为 虽然说你们表面上说加油加油 对吧 但实际上你们就是春晚也看了很高兴 对吧 你们就是团年饭也吃得很好 但是你们就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很冷静的地方 甚至包括电视里面说一个全国人民春节快乐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人就像受了刺激一样的 我不快乐我不快乐 但是你话说回来 难道就像我刚刚强调的是说 难道你自己的不信应该让所有人都陪着你不信吗 但你会发现你不管在任何一个角度 它都是对的 就做武汉人来说它是对的 做逻辑来说 其他人这样去操作 它也是正确的 那你就说 这个世界应该怎么样呢 就没有一个答案 这种没有答案的这种现状让我觉得非常痛苦 而我自己又是一个就是漩涡里面 因为我也是武汉人 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又包含了逻辑 又包含了我自己的这种低欲的这样一个情绪 我热爱我的家乡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不管你真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我无法去反驳你 然后呢 作为一个武汉人 现在这个身份很敏感 就是网上有很多人会去说 你是武汉的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有些有的是调侃 有的是看玩笑 有的是真实的 有的人他从就是跟武汉有一点关系的时候 就是回去了对吧 被自我隔离了 然后呢十四天没有什么问题 就没有病 然后出来之后呢 又被别人就是反手在家里 然后又报警什么之类的 还有很多人举报之类的 我会觉得现在的武汉的这个身份 是一个很尴尬的身份 然后甚至说是一种就是受歧视的身份 但是这种歧视是应该发生的吗 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但是你要看到很多武汉的当地的很傻的人 在封城之前一定要跑出去 现在回不来了 想家了 你说他们能怎么办 但是你觉得这种很傻啊 但是你要说那种真正在武汉一线的人 他也是武汉人 就是你应该怎么去说武汉人这个身份呢 就是可能对我来说 如果我不是武汉的人 我可能是没有这种感受的 或者说这个事情发生在其他的城市 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啊 我也会觉得一种啊 保佑你们赶紧渡过难关 但是发生到自己的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呢 我会在自我的身份认同和事实的逻辑中间呢 会反复的去思考 思考到之后发现其实是没有结果 是没有出路的 这种过程让我觉得自己是没有任何话可以说 就像我在一开始 我可能提到了就是 我作为武汉人 我现在在北京 我应该以什么样的表情去度过这个春节呢 这是没有人可以解答的 我应该高兴吗 我应该跟我家里发啊 今天春节快乐啊 什么这样的 我能在家里发症了吗 我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我一定要以内洗面吗 也不是的 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每天就应该以一种麻木的状态 有的人说加油加油 我也说加油加油 有的人说吵架了 然后我也说不应该吵架 但是我自己的真实的感情是没办法去表露出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武汉人 所以我没办法去表露出来 我任何的一种表露都是 是一个正确的 但是又同时是一个错误的 所以这种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煎熬 所以到最后我干脆不要表达了 我不想说了 不想思考了 把自己封闭起来 但这种封闭起来 让我就快要被逼疯了 所以我才又出去拍了照 又吸取了一点能量回来 然后这两天洗出来之后 然后发了之后 然后我自己也看到照片 我也能够在这里去跟他去聊聊这种身份 这种焦灼 这种各种各样的感受 甚至说感受是很乱的 甚至说包括我这两天我就算在家 我也接到了几个电话 就是旁销撤击的去问你的家是哪里的 对吧 然后你有没有回过家 然后你有没有经过你家里 你有没有亲戚来这里 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反感的 我能够理解逻辑上 我们是应该控制这样的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武汉人的话 我实际上哪都没去 就是天天查来查去的 甚至说我都不敢 就是不好意思在小区里面 好像被别人听到了我是武汉人 好像就听到的时候 大家都会对你有个异样的眼神 然后先关起来再看 先隔离再说 就这种感觉 虽然我可能就根本没有回去 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在我身边发生 我也能够感受到就是很多 就是武汉的特别好的 在一线的榜样的一些人 在前面一直非常努力 想去解决问题 但是我也能够看到很多人性的东西 真正的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 我并不是说在这里去否定什么 或者是赞扬什么 我只是很 就只能说百感交集吧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 我觉得这是施语的一个真的 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好像是对的 要说什么都好像是错的 因为总有很多很多的观点 是这种很繁杂的 会让你看到很无力的 好吧 那今天这样一个Vlog 就差不多到此为止吧 然后我觉得我说的很多 然后觉得说的也很乱 然后我今天戴的口罩也是表示 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健康 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 不要就随意的去上街去街拍 当然你自己大家都成年人 要做好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总之那就是一定要注意健康 我希望到最后这个时刻 就是就到最后这个时刻吧 大家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对他人态度 不管你是到最后你是一种什么样方式去 执行你这样的态度 执行你的行为 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去保留 保留一点点善意 保留一点点就是自己的底线 就这种善意 是 我觉得是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的 我想说就像这个世界再糟糕 这个世界再烂 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不去做小丑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就看这个视频的人 能够至少内心要保留一点点善意 保留一点点自己的做人的好的那一面的一些底线 所以不要去发一些就是不能叫果难吧 就是说不要发一些这种不易制裁 一定要只能说就是保留一点善意吧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 然后我觉得也很乱 然后也是这段时间的不说话带来的一些思考 这些思考呢 本来觉得自己是想清楚的 但是说着说着 又有各种的情感的原因 各种立场的原因就会变得特别的乱 但不管怎么样吧 也非常感谢你能看到现在 也能希望你能够就是最后保留一点善意 去对待 其实不仅仅是武汉的人 而是要对待所有身边的人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好吧 那今天这个Vlog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